记者近日获悉,经中国铁路总公司批复,新建青岛至连云港铁路和新建连云港至延城铁路合并为铁路青岩县,线路全程总设19个站点,起点为青岛北站,途经日照西、连云港等站点,终点为延城北站,总长428.752公里,允许速度最高每小时200公里,计划今年11月份通车。 通车后,延城北上青岛,预计最快只要2小时45分钟。